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恐怖喜剧片《双宝斗恶魔》 影片开始,一群大学生开车来到乡下度假 中途遇见了面相并不友善的海尔兄弟 再加上海地的手持镰刀的死神形象 把这群大学生吓得拔腿就跑 其实海尔兄弟也是回到乡下度度假钓钓鱼什么的 这群大学生到了目的地后,开始野营烧烤 蓝一哥顺便讲起了恐怖故事娱乐气氛 大概就是多年前,一群大学生在这里被变态杀害之类的故事 众人感觉有点怕怕的,决定游个泳压压惊 刚准备下水的女主被两兄弟吓到落水 两兄弟刚救起女主,却被其他人误以为是杀人变态 而女主却在两兄弟家中玩起了斗地主游戏 隔天,大伙派一小伙前去勘察 刚巧碰上海哥不小心锯到马蜂窝,举着电锯跑了出来 这货看到这情况拔腿就跑 不慎自己撞上了树枝,领了盒饭 蓝一哥看到队友被杀很不甘心 于是立马组织了第二波攻击 长矛哥冲锋时半岛被自己的长矛给插死 而小刀哥刚想扑倒海哥,却自己跳入了碎木机 截二零三的自杀事件把两兄弟吓得不轻 两人正准备处理尸体时,警察却赶到了现场 两兄弟刚解释完,警察自己碰到木桩,被爆头 而屋外的陈一南捡起手枪,却把自己给爆头了 随后蓝一哥用两兄弟的狗做要挟,威胁交出女主 而海哥为了救出狗狗,不幸被蓝一哥活捉 蓝一哥等人趁着海地外出救人的时候,找到了女主 而此时,两兄弟又赶了回来 剩余的学生一言不合就找两兄弟撕逼 结果全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经历了三波自杀式攻击后 大学生只剩下了蓝一哥和女主 海哥奄奄一息,而女主也被蓝一哥给抓走了 海地在狗狗的带领下找到女主,并成功救下了她 两个人逃到了楼上,却发现蓝一哥的父亲 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犯 直到真相的蓝一哥难以接受,开始暴走 而海地用一把花粉制服了患有哮喘的蓝一哥 影片的最后,海哥在医院完全康复 而海地则和女主没羞没臊的在一起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笑点不断的电影 血腥的外壳下,却是一部实大实的喜剧片 好了,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的支持,可以在下方留言 爱你哦,么么哒